日本南韩两国的疫情也持续扩大 确诊数也不断创新高 日本除了已经实施防疫重点措施的16个都县之外 还打算要扩大追加18个道府县 而在南韩的单日确诊数首度突破了8000例 是疫情爆发两年以来的新高 日本疫情持续延烧 除了目前已经执行防疫重点措施的地区之外 当局规划扩大纳入大阪北海道等18道府县 总计共34地 预计从1月27日执行至2月20日 而原本就已实施重点措施的冲绳县 山口县与广岛县3地 也将实施日期延长至2月20日 防疫重点措施等级仅次于紧急事态宣言 日本政府25日晚间咨询专家意见后 会向国会报告再正式决定 而在日本隔壁的南韩 疫情也不乐观 单日新增首次突破8000例 创下历史新高 专家表示 按照目前Omicron病毒感染的趋势 单日确诊数在本周内 很可能会突破1万 而下个月单日新增确诊数 将可能随时突破2至3万例 在农历春节前面对疫情 政府都不敢掉以轻心 环宇新闻 谭根尼综合报导 另一场争执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 执行委员会议 24号登场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 新冠肺炎大流行超过两年 今年有望结束疫情 但是不应该假设 Omicron是最后一个变异株 未来要学习与病毒共存 没有想到这个执委会进行到一半 谭德塞就跟母国伊索比亚起了冲突 世卫在24号召开年度执行委员会议 秘书长谭德塞在开幕致辞时表示 他2020年1月30号宣布 新冠肺炎构成国际突发公卫事件 即将满两年 并强调当时在中国以外的病例 不到100例 且没有死亡病例 但两年后全球共有约 3亿5000万例确诊病例超过550万人死亡 谭德塞表示 如果各国采取全面作为抗疫 今年有望结束疫情大流行的严重阶段 但这需达成各国70%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且必须有效地管理 降低死亡率 但同时他也提醒大家 Omicron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变种病毒 谭德塞表示 国际社会需学习与病毒一起生活 各国都处于不同处境 必须以谨慎 循序渐进的方式 合作走出大流行的严重阶段 不过执委会上另一个焦点 就是谭德塞与母国伊索比亚起冲突 伊索比亚代表批评谭德塞散播错误讯息 要求调查 但会议主席搁置提议 终止异国代表继续发言 伊国与谭德塞的冲突 在这次执委会议白热化 谭德塞虽然是前伊索比亚外长 但近年他的家乡 泰格瑞省 执政党 泰格瑞人民解放阵线 与伊国政府交火 军方曾指控谭德塞 替泰格瑞人民解放阵线 获取武器与外交支持 而谭德塞则是频频批评 伊国当局 指泰格瑞省内是被系统性封锁 对此伊索比亚政府很不满 向世卫要求调查谭德塞 因为他对内战的言论是有害的 错误资讯更是不当行为 而谭德塞今年将竞选 世卫秘书长第二任期 但并没有获得伊索比亚 现任政府支持 继续要掌握全球疫情的最新发展 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开始升温 染疫人数突破100万大关 欧洲的部分 法国确诊人数却大幅地下降 而再看到亚洲 日本疫情持续延烧 医疗体系恐怕是不堪负荷 而中国大陆严格的防疫政策 冲击全球供应链 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新增13例本土感染 25例境外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美国确诊数突破100万例 首批免费的N95口罩 移抵药局 当局规定 每个人最多可领3片N95口罩 英国新增8万多例 当局表示将停止要求施打过疫苗的旅客 在抵达英国后进行新冠检测 法国新增10万多例 而包括法国在内 不少欧洲国家都在实施严格的旅游禁令 对此世卫组织表示 旅行禁令无法阻止疫情传播 建议放宽旅游限制 德国疫情新增9万多例 当局表示将扩大防疫限制范围 未来进餐厅都要提供疫苗证明 日本新增4万多例 疫情升温让医疗体系不堪负荷 目前部分医院只能先停止接种预约 而这也间接影响加强剂的进度 印度新增25万多例 因接种率上升 当局表示 疫情很可能在2月中期前下降 南韩新增8500多例 当局改防疫策略 将对感染风险高的人进行新冠检测 妄能减少确诊重症人数 印尼新增2900多例 当局24日为新加坡旅客开放两座岛屿 这是放宽旅游禁令后 重振旅游业的另一项举措 中国新增45例 分析师指出 严格的防疫政策让港口货物堆积如山 运费也持续飙升 冲击全球的供应链 为了要阻挡疫情扩散 第三季加强针 似乎还不够 以色列掀起第四季疫苗的论战 就在各国如火如荼 进行第三季加强针计划的同时 以色列已经展开第四轮疫苗施打 而对于是不是真的需要 补打到第四针呢 我们来看看 各国家也有不同的想法 全球新冠疫情下 许多国家都尚未普及 第三季加强针的接种 但以色列已经领先开跑 第四季的施打计划 该国为在特拉维夫的医疗中心 先前展开了第四季施打研究 旗下有154名员工 注射了辉瑞疫苗 另外有150名年龄层 大多在60岁以上的民众 则是以莫德纳当作补强剂 有别于以色列官方对于第四季疫苗的大力推广 其他政府机构态度其实较为保守 英国当局就表示第四针不是当前的优先措施 而欧盟更是表态 认为施打太多剂反而会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 就连辉瑞疫苗的执行长都对于打第四针抱持着怀疑态度 WHO甚至提出警告 在高施打率的地区执行第四季计划 可能会造成疫苗分配不均 有延长疫情流行的风险 新冠病毒至今已多次突变 这场大流行却依然看不到尽头 在各界意见分歧的指示下 第四季疫苗施打与否 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疫情讨论的最新议题 欢迎新闻刘倩文综合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